泰国国家列货运列车在中部北楼府撞上一部穿越铁轨的货车 造成最少8人死亡 美国佐治亚州拉查西部地区发生生体滑坡造成至少7人死亡 救援人员仍然继续搜救 目前已经从废墟当中救出140人 尼日以新军政府将宗旨和法国的军事协议加深他们政变后的孤立 第一个大约的地区 斯洛文尼亚北部、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在24小时内降下一个月的降雨量造成山寒爆发 当过一星期五进行疏散 尼巴乱布里奥特港口三年前被爆炸摧毁的社区 在今星期的旅游旺季再次恢复生机 很多社区都经过重建